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在世 说话做事无疑不需要规矩的约束 规矩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保证 更是个人提升自己的必要条件 做人懂得规矩 守住规矩 才能守住人生 规矩是一种分寸 在科学上有一个关于分寸的定律叫黄金分割 德国科学家克布勒称之为神圣分割 就是有美学价值的比例 也是人类视觉感到最舒服的造型 做人做到恰如其分是人生的境界 做事做到恰到好处 是人生的学问 一艘轮船触礁后 在海上漂泊 攻击就要耗尽 还是不见其他船只的踪影 眼看着得救无望 人们不免着急 这时一个悲观的船员陷入了绝望之中 他惊恐万分 总是高声叫嚷 这下大家全完了 谁也活不成了 我们早晚都要被鱼吃掉 这个悲观者一天要唠叨好几次 终于引起了公愤 被惹怒的众船员 七手八脚 把他丢进了大海 还对他说 你先去被鱼吃掉吧 悲观者死后 这个面临危难的轮船 并未得到预期的平静 这时又出现了一位乐观者 重拾起喋喋不休的鼓噪 只不过他叫嚷的全是乐观的话题 比如他说 我们一定会得救的 因为我们还有几十块饼干 而一块饼干可以维持一个人一周的生命 众船员发现 听这种乐观的鼓噪更糟糕 于是一起动手 把乐观者也丢进了大海 这样 轮船才恢复了宁静 没有了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最终轮船终于得救了 分寸 往往是生活长河上的一个分水岭 超越过它 好与坏 善与恶 爱与恨 喜与悲 就会发生转化 生活中 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把握分寸 分寸掌握得好 能使生活和谐圆容 掌握得不好 轻则受到埋怨和怒骂 重则自毁口碑 功败垂成 规矩是一种教养 荀子说 理者 人道知己也 人无理则不生 是无理则不成 国家无理则不宁 理是做人的头等大事 人不守理就没法生存 做事没有理就不能成功 国家没有理则不能安宁 理就是教养 有一次 列宁下楼 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 正碰见一个女工 端着一盆水上楼 那女工一看是列宁 就要给列宁让路 准备自己退回去 列宁阻止她说 不必这样 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 而我现在空着手 请你先过去吧 她把请字说得很响亮 很亲切 然后自己紧靠着墙 让女工上楼了 她才下楼 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 但她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理 这更显示出了她伟大的品质 教养不是刻意标榜自己的素养 教养是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是发自内心的宽容和尊重 是让一切处于一种舒服的状态 真正有教养的人能看到并理解各种 能够塑造生活的真相之间的联系 他们因此明白这个世界的意义 从而在这个世界上 以充满创意以及富有意义的方法 做卓有成效的事 规矩是一种原则 高尔基曾说 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 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二战时 盟军进入到大反攻 苏联红军完成了对德国柏林的包围 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食物短缺 燃料匮乏 由于德国冬季非常寒冷 燃料缺乏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 为了生存 一些居民开始进山砍伐树木 当作燃料取暖用 当时的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 权力处于真空状态 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 战争结束了 人们惊讶地发现 全德国没有发生一起 居民烂砍乱罚事件 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 只砍枯藤朽木 遵守规矩 一丝不苟是德国人根植于内心的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会破坏 这原则已经深入到他们的骨子里 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也不会改变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 德摩克利特说 要留心 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 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 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 比在别人面前更支持 德国人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心中有原则的人 能够时时刻刻约束自己 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一个有原则的人和圆滑的人比起来 也往往更受人尊敬 苏联作家帕斯杰尔耐克说过 生活是一个旁伟的竞技场 大家尽可以在那里 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 但必须老老实实地 遵守比赛规则 做人 只有懂分寸 知礼仪 守原则 才能养不愧于天 腹不坐于地 内心平静安宁 处事 无论地位 无论财富 无论学识 只有守住规矩 才能守住人生 只有敬畏规矩 才能笑到最后 成为人生赢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